我們現在回到比賽現場 現在將進行的是國中男子組個人的通牌戰 是由蔡明修對上張憶中 我們現在男子組個人的通牌戰 身著黃色衣服的是來自市政國中的蔡明修選手 而身著橘色衣服的是來自新北市山河國中的張憶中選手 由市政國中的蔡明修選手進行先行發射 這場比賽正式開始 蔡明修選手第一把的第一支劍 壓線的十分 張憶中選手第一支劍 也是壓線的十分 兩位選手看來在剛剛的比賽都已經 沒有做9分 那兩位選手剛剛已經試驗了決賽場的狀況 所以第一支調整得相當快 19分 兩邊現在前四支劍的分數是一樣的 就看第三支劍 蔡明修選手9分 這一支稍微偏差只有5分 所以 節奏過於快 然後力量過強 所以 比較可惜了一點 所以 一段劍往上衝了 對 不然前兩支劍都有不錯的高水準 可惜第三支劍跑到了5分 所以第一把也由蔡明修拿下2分的7分 是 其實真的是有點稍微可惜了 雖然只要試到9分才會造成平手 可是因為他試完的時候其實時間還很多 他有點 可能有點過急 所以想把劍跑回去 應該再多做一點調整 應該再多做一點調整 是 由張義中選手先行發射 張義中選手剛剛第一把的第三支劍是5分 看他第二把能否調整回來 第二把的第一支劍 8分 可能也有接近9分 等一下等待把全裁判的確認 對在8分跟9分的時間 10分 蔡明修第一支劍跑了10分 9分 其實張義中選手這兩支劍都略微偏右 上一局也有這樣的狀況 可能要多做調整 這蔡明修的第二支劍 8分 一樣的高度 可是偏高 所以有可能是風造成的影響 10分 有 調整回來喔 對 他第二把就比較穩定了一點 是 蔡明修的選手第三支劍 10分 相當的不錯喔 兩支就維持出自己的水準 跟上一套一樣射出了28分的成績 對 現在第二把是28比28平手 現在請帶我們把劍裁判做最後的確認 因為剛剛有一支劍是稍微比較接近線上 就看有沒有壓到9分線 張義中選手第一支劍 有一點 其實有一點模糊的 要請把劍裁判確認 如果有壓到線9分的話 那就是雙方以28分平手 如果沒有壓到線是8分的話 那就是張義中選手會1分落敗這一趟喔 對 所以這支劍非常重要 相當的關鍵喔 對張義中選手來講 來等待拔前裁判的確認喔 對 應該是非常接近 所以看了比較久的時間 是 可是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對裁判來講 這是一種考驗了 要考驗裁判的眼力 以及在拔前幫忙拔劍選手的爭取 還是有壓到線的 對 現在做了一個改判 所以張義中選手 剛剛這支劍改判成8分 目前是28分比27分 對 所以前兩把都是由 蔡明修選手拿下來 現在有4分的7分領先 第三把就由剛 還是落後的張義中選手進行先行發射 是 第三把的第一支劍 張義中選手 9分 應該是沒有壓到線的喔 等一下再請把錢裁判做確認 蔡明修現在得第一支劍 8分 偏右的8分 稍微落差了一點 看蔡明修選手能否把握住 第三支劍 9分 9分 可能是沒有壓到線的喔 從螢幕上判斷來看 應該是沒有壓到線的 對 就看法線裁判 來做最後的確認 其實張義中選手 在第三支劍的時候 都容易會有 過快放劍的情況發生喔 前兩支劍的 時間其實都是相對較長 較為穩定 第三支劍都容易會有 放劍過快的情況發生 所以可能自己要再多做調整 或是再注意一點 對 我們剛把線裁判做了最終確認 剛剛第三把雙方是平手 所以現在蔡明修選手 有5比1的領先 張義中選手還是有機會 可以獲得比賽的順利喔 只要後面兩個能夠穩定住 在第三支劍的時候 不要有讓劍過快發射的情況 其實要獲得順利 對他來講還是滿有機會的 對 再來張義中選手 看能否調整回來 第一支劍 9分 第一支劍的節奏就是相當穩定 蔡明修選手的第一支劍 8分 8分 偏低的8分 第一支劍也是8分 兩位選手的劍持都稍微偏低喔 3分 蔡明修選手的第二支劍 9分 稍微撐9了一點 看張義中選手這次的第三支劍 有沒有調整比較好一點 10分 應該是有壓到10分 對應該是有壓到10分線 哇這次第三支劍就有調整好啊 十分平手 8分 只要適中10分就可以平手獲得勝利喔 結果射出了一樣下方的8分 對張義中這一局應該是可以把比分 要稍微追近了一點 5比3 差一趟來到關鍵的第5趟 如果第5趟張義中選手 如果獲勝的話就會進入加射 對就正如同我們剛剛陳傑提到的 張義中選手他的第三支劍 都是比較關鍵的 因為他前幾把的第三支劍 有出現5分跟8分的情況 是 而他剛剛這一局有把握住的第三支劍 所以來到10分 是 然後拿下了第4把的7分 接著進行第5回合 關鍵的第5趟喔 那這一趟就有 一樣有落後的張義中選手先行發射 因為個人賽是搶6分 不像團體賽是搶5分 所以還沒到最後都還是有機會的 是 最後一支 第1支劍 8分 8分 蔡明秀選手第一支劍 9分 目前是以9比8 蔡明秀選手1分領先 張義中還是8分 8分 還是在上面的8分喔 相當可惜 對他最後這一把也稍微沒有那麼穩定一點 蔡明秀選手10分劍 哇 這樣就張義中選手的壓力就比較大了一點 是中10分才有贏的機會 10分 不錯喔 有找出自己的狀況 目前26分 蔡明秀選手如果7分可以拿下勝利 9分 勝出了28分比26分 蔡明秀選手這一局拿下了2分的積分 他最後就以7比3 現在本場比賽 是 現在就等待把刑裁判做最後的確認 現在等待最後的確認 現在確認完畢 現在確認完畢 好